众人就像是说好一样 就连方星空也并未独自离去 前往第七城关不知不觉 从他们独自的禁忌 变成带领手下一同抵达的禁忌 就连方星空也并未在第一时间离去 他要和方辰他们来一场公平的竞争 而非先出发才夺得第一 对于自己他有着绝对自信 不管是什么皆是如此 方辰对此并不意外 方星空性格如此 对此他还是有些敬佩的 当然这得在其嘴巴别那么丑的前提下 行 随后他又问道 此次加入我们城门的又有多少人 说起此事千千显得有几分无奈 道 不多就十一人而已 十一人也就是三千三百万中品零食 确实是有些少了 不过没关系 相信之后会有人加入我们的 到那时可就不仅仅三百万零食了 他嘴角微微上扬 众人见方辰如此自信 都很好奇方辰到底有什么办法 带领他们通关 小琴儿忍不住问道 方辰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要是因为我们导致你也有被淘汰的风险 这可很不值得 千千也道 是啊 方兄 你一定要保证自己必定能够通关 年纪也道 方辰微微一笑 道 此次通关第七城关的关键可不在我 众人闻言一愣 那在谁身上 千千问道 在金蛋 方辰抚摸着金蛋后背 而金蛋也露出了得意神色 享受着众人质疑的目光 千千忍不住说道 方辰 金蛋天天睡觉 他能做什么 这个小家伙很可爱 但在尘门时除了夏琳和林雪妍 其他人都不让摸 也不让抱 而且 平日金蛋除了睡就是睡 在千千等人眼中和猪并无太大区别 有的话 那就是比猪可爱许多 金蛋听到这话 顿时不满的阿巴巴 意思大致就是 什么话 这就什么话 老虎不发威 你还真当我是病猫 方辰一笑 道 诸位放心 金蛋虽好吃懒做 但对付妖兽的能力 无庸置疑 金蛋本以为方辰会给自己辩解 但听到这话 满脸黑线 你这是夸吗 说好的兄弟情吗 方辰见金蛋 悠悦目光微微一笑 抚摸着他安慰 再道 好了 接下来几天 也不用继续招人 都各自调整好自己吧 至于前往第七城关诸位 尽可放心交给金蛋 见方辰如此自信 众人也就没有在说什么 纷纷应目 四天对于他们而言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天骄众人纷纷聚集于此 主城门前 千人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除了五大门外 其余人大大小小组成 五十只队伍 人数不一 当然 其中自然是五大门最为庞大 人数最多只打百人 正是东方不凡的枪门人 至于人数最少的 自然是方辰的尘门 仅仅十余人 方金城见方辰人数如此少 冷笑道 方辰师兄 你们尘门也太过分了吧 明明拥有带着部分人 抵达第七城关的能力 居然还要收如此昂贵的保护费 此关可是要团结啊 难道你忘了吗 到了这里 只要有机会 那他就想让方辰身败名裂 不急 方辰微微一笑 道 雪中送炭 好过锦上添花 方金城一愣 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了 方星空淡淡说道 既然都已经到齐 那就准备出发吧 看看 谁最先抵达第七城关 火小儿道 我倒是没想到 你居然不先离开 很不像你啊 所有人中 也就只有火小儿单独一人 不与任何人组队 哼 方星空傲然道 击败你们 还不需要投机取巧 你们不配 那便试试 火小儿自然是丝毫不惧 一战大战即将爆发 出发 方星空高声喊道 带领枪门众人踏出城门 向第七城关去 火小儿对方辰道 方兄 第七城关见 随后他也直接离去 东方不凡 梦鸟 初杰星等 也是陆续离开 众人以为之后 就轮到方辰了 却见城门众人 无动于衷地站在原地 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见此一幕 众人不解 却听千千寒笑说道 主位师兄师姐 你们先走 我们城门断后 众人尽管疑惑 却也没有太过在意 纷纷踏出城关 很快 就只剩下方辰他们了 于是他们也准备出发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脚步一顿 诧异地望向后方 怎么了 众人见方辰神色古怪 不由地问道 方辰道 还有人来第六城关了 众人道不意外 道 毕竟还有三天时间 零零散散总会有人抵达 可是 抵达的人是刚虎 此话一出 城门众人无不震惊 刚虎居然也到了 我去 刚虎不是低级班天交吗 他居然也到了 之前几大城关 也没有见他抵达 没想到 他居然能走到第六城关来 城门众人各个震惊不已 毕竟刚虎的天赋 就摆在那里 能够抵达三四城关 已经很了不起 居然还能不到这来 我去把他带过来 年级率先反应过来 开口说道 随后向着城门而去 与此同时 刚虎气喘吁吁地躺在城门内 此刻他已经不再是被人打成胖子的模样 身体看起来十分健硕 只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看起来路上还是有着诸多磨难 此刻他汗如雨下 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一样 不知 他经历了什么磨难 才会如此 想到这一路来的经历 他泪流满面 哭着道 不走了 我就要在这第七城关被淘汰 那狗屁机缘不要了 他太累了 也太苦了 现在就算打死他 都不愿意再迈出城门一步 若不是传承的非比寻常 而且不断在他最为艰难时 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他早就倒在了第四城关了 怎么可能走到第六城关来 刚兄 这时 年纪的声音突然响起 见到年纪 刚虎更是泪如雨下 年兄 你居然还在 是等我吗 年纪含笑道 可不仅仅是我 所有人都在等你呢 所有人 刚虎一愣 我路上跟你说 年纪并未做多解释 拿出一枚丹药 塞入他的口中 然后将他 从地上拉了起来 并搀扶着他 向着城门走去 些许恢复后 刚虎问道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自然是离开第六城关 前往第七城关 听到这话 刚虎心中一颤 喊道 我不 可不管他怎么喊 年纪 已经将他带到众人面前 当间大家都在 刚虎更是疑惑 大家咋都还在啊 不是早该出发了吗 他压根就没有听 贾老公布的规则 因为他已经不想 继续前进了 小金问道 我们还想问你呢 你是咋到第六城关的 我们都以为 你被淘汰了吗 每次他们城门 都离开了 刚虎都没有抵达 所以众人 都以为他已经被淘汰 说起经历 刚虎泪水直流 委屈巴巴地 对着方展说道 方兄 我这一路苦啊 别人咋过的我不知道 但我是一路 被打着过来的呀 而且每一次 都是被迷雾追赶着 差点就被淘汰了呢 方辰等人一正 被打过来的 而且还是被迷雾赶着走的 怪不得没有人再遇到他 感情一直都在 被淘汰的边缘徘徊 不过现在 也不是听刚虎诉说 苦水的时候 能过来就行 他道 这事情等到第七城关再说 我们现在就出发 去第七城关 刚虎一愣 正想要大喊 却已经被年纪给拉着 和众人一起出了第七城关 不要啊 我不要啊 他哭爹喊娘 但年纪可不管他有什么难言之意 拉着他就踏出城关 向第七城关而去 方星空带领枪门众人 不断向前而去 他一人单独在前 宛如一杆长枪板 其他人则是在他侧后 形成三角战阵 一边走着 一边等待兽朝到来 其他队伍也皆是如此 只是各自阵法不同 且神色浓重 如果仅仅只是抵御着兽朝 抵达第七城关 以他们的战斗力 自然是能够绊倒 但伤兽不得杀兽这个规矩 简直是直接从地狱级难度 加到十八层中 一不小心就有被淘汰的可能 轰隆 轰隆隆 突然 大地微微震战 紧接着愈演愈烈 方星空神色浓重 通 来了 众人也是瞬间警惕起来 准备迎接偌大的善巢 只见远处烟雾生腾 紧接着平行线上 密密麻麻的黑影出现 向着这里奔腾而来 他们远远望去 当神识感受到远处的兽朝时 皆是愣在原地 额头见汗 瑟瑟发抖 此刻奔腾而来的妖兽等级并不高 仅仅只是六级问到修为 但尽管若 但这乌鸦鸦的一片 却是让人看得心中直发毛 别说不杀妖兽 抵达第七城关 就算是杀 只怕也杀不过去啊 这 便是受潮吗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哪怕是方星空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般场景 同样也是被镇住 这一时间 竟然无人敢再向前一步 更无人敢开口一眼 各位各位 可就在如此场景时 他们身后 却是传来一道道响亮的声音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呀 只要加入我展门 展门必定保你们抵达第七城关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仅千千在喊 城门众人都是灌入 灵力不停地喊着 并且还不断前进 见到他们居然毫不畏惧受潮 不少人都是未知医症 难道他们真有办法对付受潮 要是真的三百万灵石 也并不过分 想要加入的赶紧报名 四百万灵石 就能保传承得手 机会难得 城门再度喊道 四百万 众人一愣 有人忍不住喊道 在城内不是三百万灵石而已吗 千千插腰道 那是城内的价格 现在都出城了 自然是价格不一样 那人文言气急道 你是坐地起价 什么话 什么话 千千怒道 这叫雪中送炭 此刻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方臣之前所说的话 是要用在这 哈哈 好一个雪中送炭 火小儿哈哈大笑 道 不过俺可不需要 方兄的雪中送炭 所以就先走一步了 他毫不畏惧 向着寿巢奔去 哼 想抢先痴心妄想 方星空反应过来后 也带着枪门众人 向着寿巢冲去 我们也走 东方不凡 出闲心 梦里等人自然也是毫不畏惧 跟随而去 大家别怕 如可也就是看上去凶猛而已 按照计划推进 必定可以安全抵达 看 其他队伍领头者 也是纷纷鼓舞 向着寿烟冲去 并没有人愿意加入展门队伍 方臣见此并不意外 只是面露无奈 我好心好意 居然说我贪得无厌 他摸了摸金蛋的头 道 走吧 让他们看看 什么才是入百万大军 如回家般轻松 阿爸 金蛋傲然点头 带领沉门众人 向寿起而去 与此同时 火小儿率先遇到寿尼 在他面前 有着树头 如同犀牛般的妖兽 面露凶光 向他撞击而来 但对此 火小儿不躲不闪 仅仅背后 有一枚分字道文 和一枚火字道文展现而出 碰 犀牛妖兽 静止撞向他 锋利的膝脚 直接穿入 火小儿的胸口 但是 火小儿全身燃起火来 下一刻竟然化作两个小伙人 两个小伙人不停地笑着 但很快 又被其他妖善给充数 变成数十个小伙人 他们一边雀跃 一边在寿前的脚下 向着前方而去 哪怕是被踩灭 也会迅速点燃 而且速度很快 就像是无敌身 方星空那边 他并未枪指妖兽 而是枪尾对准妖兽 爆喝一声 枪尾洞窗而去 刹那间 所有妖兽被枪尾笼罩 向着左右跌去 打开一条路来 而其他人 则是各自手握防御法宝 如此 就算兽朝余威 也能够轻松抵挡 法门出结星战阵 如同一朵展开莲花 鲜雾弥漫 兽朝冲去 竟然从其后方出现 竟然对莲花战阵 造不成一丝伤害 孟瑶 东方不凡等人 也是各显神通 对付兽朝 皆有着自己的本事 当然 不是所有的队伍 有这般本事